Hello 大家好 我是Bianca 今天讲一下小四数学的乘除温算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影片 可以subscribe your channel 按旁边的钟仔 那我们一出新片 你就会收到notification 另外如果想学更多的课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报道我们的专科课程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开始 在较早前的教学短片里面 已经教了除减温算 如果未看或者忘记了的话 可以看回 上一条影片的时候 miss也教了大家去记 乘除是比较高level 而加减比较低level 所以我们看到乘除是先计算的 而现在做乘除运算的时候 又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运算题1 15乘6除9 miss也说过了 乘除是同一个level 所以在这条数中 我们会先做左至右去计算 所以我们就会计算15乘6 在直式的部分里面 我们会先看个位 5 6中30 0写在个位 3就会进位 6 1得6再加3 出道你的答案是90 然后在第二部分 拉除9下来 我们就会写上90除9 得出的答案是10 运算题2 又是了 由左至右去计算 76乘2 得出的答案是152 同样地 将152写在第二个部分 然后粉红色的部分 照抄下来 因为miss在过去的时候 有搞个同学仔 看过他们在第二部分 只写除19 然后第三部分突然间出现乘3 这时候就会令到人很容易混淆 究竟乘3在哪里出现过 为什么会突然间出现 所以在这里第二部分 就一定要记住 粉红色的部分 未计算的时候 我们都一定要照抄下来 然后第三部分 我们会先计算152除19 得出的答案是8 然后乘3 背成数表 我们就会知道 8 3 24 运算题3 在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了 有些东西多了出来 就是多了一个括弧 上次我们多了括好的时候 我们会先计算 不论是加减乘除都好 括弧内的东西 我们要先计算 所以今次不是由左至右 而是计算右边部分 括弧内的东西 但在等好的时候 我们会先将13乘 照抄下来 然后将36除9 答案等于4 将4填在后面 所以得出是13乘4 出来的答案是52 应用题 妈妈买了饼干四袋 每袋饼干有九块 她把饼干平均分给自然的六名同学 她们每人分得饼干多少块呢? 在这里我们要看清楚 是说分给自然的六名同学 即是说当中是不包括自然的 好了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 究竟饼干总共有多少块 然后我们会先知道 每人分得饼干多少块 所以我们将4乘9除6 4936除6 答案是每人分得饼干六块 好 checkpoint时间 自然上了三堂数学堂 共需付七八八十元 如果多上十堂 需再付多少元呢? 现在给10秒时间大家作答 现在开始 好,时间足够 首先我们都要知道 一堂的数学堂是多少钱 然后再多上10堂 要多付多少钱呢? 所以我们会在根据题目中 我们会知道 三堂数学堂共需付七八八十元 我们就要调回 将780除3 就会知道一堂是多少 然后再乘10堂 出来的答案是260乘10 那Mase都教过了 260乘10 我们不需要再用值息去计算 只需要将260之后加一个0 我们就会得出答案 2600元 如果想学更多的课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报读我们的专科课程 下次再见 拜拜